很久沒有拍會員頻道的影片了 讓你們久等了 因為最近我們在準備7月8月的營隊 真的不好意思 然後有些會員在跟我反映說 Jack什麼時候會有會員影片 這時候就來了 那這部影片的過程是這樣子 我有一位小朋友 他有去美國參加 Be Your Handy的訓練營 那裡面的神秘嘉賓就是Kairi Irving 那Irving做了一個動作 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艷 因為那個動作是 前陣子我才看到陳信安做過類似的 那全台灣目前沒有任何的球員做得到 除了信安 那在NBA Irving是使用這一項技術的專家 所以我想要在這一次的教學影片當中 分享給各位 OK 那我們來開始看看 首先他其實是一個 Irving招牌的刺探部的概念 Irving會把球拿在他的左胸的位置 那做出一個掃球的動作 但掃球的時候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並不是用手去帶身體 不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傳統教學會是掃地 砍柴 這些東西都不是Irving在比賽用的 而且一點都不好用 真正在做的是使用真正的重心 身體跟球合在一起 都不去擺球 都並沒有在做任何的擺球動作 讓球跟身體非常緊密 完成一次旋轉到下球的位置 完成加速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連續動作 那我們會先假想前面這位是防守者 就會像我提供的Irving的訓練影片 教學影片當中一樣 當我們球接到的時候 球員先拿在左胸 因為防守者 他會想要干擾你 左胸 假傳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我們會 把你的外側腳踩過防守者的腳 好記得這個腳很重要 當你的腳踩的時候 重心旋轉 記得不是直向水平的 平面的 而是你要想像你的身體是往旋轉 喔 概念會是這個樣子 當你的球在做旋轉的時候 你要可以從上到下 完成旋轉 轉一圈 是螺旋的旋轉 所以連續動作會是長這樣 假傳 旋轉 加速切入 那看地板是一定的 因為當你的重心被球跟身體 一起帶下來的時候 是在這裡 可是你可以看到 二明在影片當中 看完地板 他是想盡辦法 把他的眼睛往上看 所以在觀察 觀察旋轉 然後重點是這邊 球很容易卡住腳 有些人會很心急的 急著要把球 在內側的時候 就要出出去 我們不希望這樣做 我們希望他是 乖乖耐心的 等到球已經擺出來外面了 往前鐘 加速完成動作 那這就是這一次的會員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你會喜歡 希望你會喜歡